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不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带来一个西游社团的一个super 可以看到呢,左上角路线投根证,难度是一个超级难 最高难度,然后呢,双龙的一个速通 非常的精彩,咱们得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咱们来介绍一下两位大神吧 这个一批现在看不到ID啊,咱们先看三批吧 三批呢,龙马的使用者呢,叫做冷夜脏换回 这位大神的话呢,我在视频里边是多次做过是吧 这次呢,也是他给我投稿 他这个呢,说是,呃,记录了一个宝石 一批的大神呢,叫做IPUF 一个英文玩家的ID啊,我不太 以我的英文造识,我不太了解这算英文的意思 最后的话呢,这个三批的大神 他说呢,他是完成了这个本游戏 就这个COG的一个super,全人物的一个极限分指 然后呢,双人记录呢,也打出了一个新记录 之后呢,这个,咱们一起来看 啊,继续来看这双人的新记录 这个位置呢,选择,让龙马 打一个这个,乾坤实验斩 用旅最后呢,接一个波动 这样可以看到呢,大银角王压根就被还上手 是吧,很恐怖的一个输出 OK,双方呢,一起往前跳 啊,肯定不会下去啊 下去的话呢,浪费时间 最后呢,咱们继续往前走 啊,这个地儿呢,是龙马呢,已经蓄起了三个戏 对吧,因为这个乾坤实验斩呢,不耗上面的体 然后咱们来看,啊,这个地儿呢 应该是乌影刀或者通装弄一个吧 果然,弄一个乌影刀 看来呢,小龙女暂时性的辅助 这个气包 龙女应该会剪一下啊 这龙女剪了个乾坤宝剑啊 回到这个乾坤宝剑是将来做什么 这个道具在这一袋里边呢,似乎没人解 好,啊,两下一个小兵 来了,我们来看这个boss boss的话呢,龙马继续持续的输出 啊,咱们来看啊,乾坤实验斩 这里呢,给怪先放倒 啊,上龙,再上龙 不施连斩吗?施连斩伤害不报表吗? 看来我还年轻啊,我以为得施连斩 幻境肯定是不近的啊 因为呢,一记幻境一冲灌境 这两个画面呢,会耽误时间 所以说的话呢,能在这打死就在这打死 这二呢,可以看到龙马是主场 打这个进脚王,那是一个绝对的克制 血槽还没走完,怪就死了 哎呀,你看这个玩意的结果 最后呢,把这个气猪给龙女 啊,给龙妹妹啊,捡那个吸血 吸他呀,年轻啊 这是我,我高低捡你吸血,我抽死他 然后引发一波真人PK是吧 那还怎么啥呢 好,咱们这里呢,继续来看游戏的第二关 这个游戏我今天刚玩过一回 我玩的是那个沙无尽 脑瓜子给我玩的猛猛的 这个游戏反正一般人玩是不太好生活 好,咱们来看第二关红孩儿 红孩儿的话呢,是出火是吧 这关的火克金,红孩儿有一个幻境 所以说呢,两个人呢,得准备一个灭 来灭一灭这个幻境 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对吧 你在幻境里边跟BOSS多做缠斗 对于四通来讲,绝对是不利的 之后呢,一顿秃目妆 清这帮小老爹 捡一个冰箱,打红孩儿 OK,清完走 你可以看到两位大神干净利落是吧 龙马这里呢,调了个钩子 我们来看怎么用 哎呦,这个钩子 牛逼,定点钩 今天呢,秒一波兵 小龙女再秒一波兵 两个人往前走 冲 龙马打了一个突破装 带了一个火扇 小龙女捡了一个灭 两个人呢,捡起宣兵斧 直接往里走 干净利落很流畅是吧 之后呢,这一带呢 红孩儿这个门呢,必须得禁了啊 不能再像一带那样呢 直接横着走了 那不现实 那么呢,两个人进门 龙女这里呢 已经捡起了四把冰扇 最后咱们来看啊 这个地上呢,他们是会选择 进一栋还是三栋啊 二栋肯定是不进啊 二栋的话呢,当初时间 这里呢,捡了一个雷斧啊 然后这个赵妖镜肯定是要攒的 赵妖镜呢 打最后的boss呢 很有用啊 那这里应该是要进三栋了吧 就玄冰府直接隔着火就能吃 好,吃上 进三栋 三栋这里一个画面啊 直接呢,就来到boss处了 这位是无垠刀啊 诶,这里居然不能盗具啊 这里扔了个突破装 我说不能不能盗具吧 小龙女开始捡 好,全捡上 走 调了一个这个气桌 我们来看小龙女扔 那小龙女就是一个主力输了 龙马负责看兵 咱们来看这个位置 打一个原神猪跳 再一个原神猪跳 两次压起身 再一个原神猪跳 这里冰扇是为了防止这个 红海尔那啥 红海尔起身猪招 愣了一个冰扇 配合龙女 必中这个原神猪跳 然后呢,继续 小龙女这里呢 再愣一个气桌 接着打 龙马这里疯狂剪除道具 但是呢,这个原神猪跳没打着 好,这下中了 起身压一下 可以 小龙女应该已经调好了蜜 咱们来看 走 果然挑好了蜜 龙马这里捡了个火把 是干啥的 全民府一扔 碰住 这个火把 没用 我过一回火把 小龙女这里扔了个葫芦 这样呢,凭借着最后 葫芦一收 轻松带走这个红海尔 OK,咱们来看游戏的第三关 通天河 这一关呢,也是当年 咱们90%万家的一个重点 哎呦,这个葫芦也太帅了吧 这个葫芦屌 这个葫芦来了个五蜥 这两个招呼镜可惜了 这招呼镜的没有权重啊 要不然这一波冷宝 绝对是干净绿绿 你看到是吧 从这几拨配合 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大神啊 无论是个人的造纸 还是配合的默契度 都是没死了 这里呢,龙马上去捡了一个气桌 捡了个气包 把自己的气呢,提到两颗 两人的一组一组清兵 这个包子没有吃的必要 这时候可以吃了 这时候不耽误时间 打一个圆寒猪跳 牛逼 往前走 再打个圆寒猪跳 好,全清 扔一个电斧 还没到呢 这里再来个圆神 打死小兵 哎呦,这个出招失误了 导致小镇倒地了 扔一个电斧 这样的话呢 原本开场咱们不能动 但是呢 因为这个电斧 导致呢 咱们可以这个 在海胆出场装逼的时候 提前动 这样的话呢 两个人都把这个气下满 小龙女先来 小龙女气没的话呢 龙马应该就会去上 我们来看 龙马这里把气去上 到你了 龙哥哥 龙哥哥出手啊 来了 龙哥哥出手 龙妹妹这里呢 再把这个气猪剪上 龙妹妹再还手啊 漂亮 两个人呢 通过这个不停歇的 这个圆神猪跳啊 轻松呢 拿下了这个大鱼 这一关呢 不用解灭啊 因为这一关呢 没有环境啊 没有对面的环境 这一关是水是吧 只剋咱们的 这一关是土啊 只剋呢 咱们的沙悟定吧 这关是什么玩意啊 啊不是这关是 这关是水 这关是水 只剋咱们的送空 剋啥无定点 不好意思 剋错人了 这里小龙女来了啊 小龙女这个圣龙伤害很高啊 龙马这里得把这个箱子打开 很贴心 这样的话呢 一会小龙女没气啊 直接呢就可以捡一个这个气桌 气方 回来再圣龙 哎你看是吧 这个玩意就是个配合了 之后呢 一个看兵 一个圣龙 没什么好说的 气消了 来看怎么办 冰山压制 可惜来了个导航鱼 但是呢 这个导航鱼也算是 呃 没搅和 因为呢把导航鱼打死 爆了一个气包 这样的小龙女呢 刚好把这个气捡满 两个人开始分道具 小龙女捡起了照妖镜 龙马捡起了大宝 可以 哎呦躲一下 这里如果棍被顶掉了就坏了 啊就坏了 虽然说底下还能捡棍啊 但是呢 会比较耽误啊 因为呢这个有棍是两下杀兵 没棍是三下杀兵 差不少 龙马呢这里率先啊 利用低的气包 提起了自己的两个气啊 然后呢可以这个 原神出调秒兵了 再来 加一个气再原神 小龙女这里提个气 小龙女也得回气啊 这里疯狂捡气 之后呢继续再原神 啊两个人呢就是顺秒了 这个地儿呢 龙马应该提个气吧 就会提气 没有什么提气啊 捡了一个气桌 开始杀 好 冷个电斧啊 老套路了 这个电斧的话呢 也是是吧 你看两个人可以加气了啊 这样的话呢 一会等怪出来 两人一左一右 原神一起整 你给我打过来 我跟你打过去 是吧 这个龙妹子龙哥子 到位 第九个气包 龙女减什么 减不上了 哎龙马这个气包能减上 气包是金爆的 那咱们来看啊 这关由谁来生龙啊 由谁来生龙 我猜是龙马 我们来看啊 龙马这里打过来 好吧我猜错了 龙女 龙女这里呢 开始升龙啊 龙马这个位置能帮助看兵啊 但是小兵的多 我们来看龙女 减气包再升龙 牛逼 啊然后继续 这个减的气包啊 气很多 能打出很多的升龙 我们来看气消失了怎么办啊 气消了怎么办 来你看这把 这一个气管不管用 然后呢又冷了个气桌啊 这样的话呢 让自己的气呢再次内叉 这位置呢 那就是自己家的气啊 没有这个扔到玉 和减气包 气来的多 这样的双龙啊 凭借着非常帅气的双龙 轻松带走了这个大雪怪 这个大雪怪 从出场之后 一下都没动啊 一直被两个大神控到死 这个呢也是西游记 比一代比一代好玩的一个点啊 就是说呢 你越是高手啊 你越能打出这种无限的控制 一代的话呢是没有这个是吧 因为呢这一代呢引入了这个 怪物倒地啊 倒地以后呢 你快起身的时候 扔道具他就出不了招 俗成的压制起身啊 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之后呢龙女这里 搁拿捡了三把钩子啊 咱们来看这个位置呢 龙马利用突破装 把两个四波兵秒了 这里清兵尽量不用下臂啊 因为下臂会打倒 哎呦还有热火呢 合张抗了有火啊 当一个道具哦 这个钩子真屌啊 这个钩子可以 再来一个钩子 有没有刚才 哎呦这 再来一个啊 没了啊 这个东西呢虽然说是实力啊 但是呢运气有点成分是吧 好 凭借着非常帅气的三把钩子啊 清掉了小兵 咱们继续往前看 来这关的第三仙啊 第三仙首先第一仙大陆 龙女这里呢是主场 所以说呢开始不当人的输出了 我们来看啊 这一波原神 我这一波这个前空师连斩 捡起地的七宝啊 等会虾比亚取身 再前空师连斩 前空师连斩 前空师连斩 再捡七宝再前空师连斩 你给我死 再见 输出爆表 啊这里呢我只能用输出爆表来行 怪的雪桃就走吧 两个人喝招跳场景有没有 走 真有这招 好吧 两个人呢一个喝招跳了个场景 你可以看到 流畅对吧 除了流畅你想不出来别的词 这里呢利用一个冰扇打一个开场解冻 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开始这个 一个给怪打过来 一个呢无限打这个输出 扔一个气桌 再来 就是前空师连斩 死 太帅了是吧 之后呢就这样往前走 没什么要捡的啊 因为这个大羊什么都不报 就报个破订单 不值得一捡 两个人呢快速进门 快速进门 来看这儿 这里肯定不会下去是吧 这里下去 只是开玩笑 龙马呢先集满气 然后呢清兵 给龙女一个集气的时间 让龙女把气也集一集 这样呢再开场一个电斧 解冻 解冻 不会被这个对面是吧 不会对面控住 然后呢两人一个元神 把大怪打过来 之后呢往右继续被前空师连斩 这位置呢龙马接一个波动 保证小龙女的一个加气环境 之后呢 啊 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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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的活来了 比较少见 这个位置呢下臂加AC 这样可以封招 再次呢形成一个压制的效果 最后已经处完事儿 大老虎 是吧 尸体消失 血量也没走完 就是这么屌是吧 就是这么流畅 这关呢可以看到啊 小龙女 小龙女利用这个主场之力 打出了这个不当人的输出 OK咱们看下一关 下一关盘斯洞 好换人了 主角换人了 不当人的变成龙马了 因为呢看到龙马的这个血条底下 木刻图 是吧 这关龙马的主场 每个人呢只有在主场的时候 才能用那个前空师连斩 主场专属招 还有一个吸血啊 吸血的话呢 都是他俩来讲 用不上了是吧 福音招了那就是 走 直接下来 来 这个位置活运刀 龙马给躲开了 会玩啊 小龙女必须得扔个活运刀 要不然这个吸血就白打了 这个地方应该直接推吧 这个地方感觉不会浪费时间吧 小龙女推先走 龙马推再走 凡事儿 最后来看这儿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能跳过蜘蛛丁 将会飞起 我们来看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塔三选一 不是那个雕像三选一 就说是第一个 红蜘蛛爬过那个雕像 那个雕像呢 就是不用打那谁的那个雕像 不用打这个蜘蛛丁那个雕像 我们来看啊 这怎么确定的 是刚才点上红蜘蛛爬过去吗 我是不太清楚了 是怎么如此确定的啊 这很明显看到就是 已经知道啊 对吧 已经知道这个 上面那个故事了 所以这个龙马打了个 前方计刃斩 再来个雷电机 雷电机能打二连 这个机构呢 恢复的快 再来一番雷电机 你给我死 如果不死 还有一次是吧 但是呢 他俩顶不住了 这样的话呢 轻松带走这个火车桌 两个火车桌呢 会抱两个气桌啊 非常关键的道具 然后呢一人减一个啊 龙马这个位置呢 要吸血了吗 感觉这里要用一个bug了啊 这个地方呢 利用吸血 可以让这个蜘蛛王下不去啊 再来看啊 这里呢 给蜘蛛王的血量打 打够啊 你看是吧 这里在吸 龙女这位置会接个波动 好像就下不去了 不用波动就下不去了啊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你看这个蜘蛛王呢 他已经过了这个下去的血量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吸血 他下不去了 看完整 好 正常来讲呢 这个二十代咱都玩过是吧 这个蜘蛛王呢 就往直至下一端 一带一端呢 完了 现在呢就是 这两个大神虐的 已经丧失了钻 钻坑的本能 好吧 躺下了 翻盘了 好惨的boss是吧 OK 那咱们呢继续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好 好 这一关呢 龙马把这个不当人啊 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下一关没有入场啊 下一关是猴哥的入场啊 两个人呢都整不了了 我看看下一关是火克 火克 火克 火克金 金克木 这关对面的环境 这关你整个灭了 这关的话呢 没有灭 等会那个大象会进环境 这个地方呢 小龙女应该是主要输出 啊 就这个打 打这个大桥 捡一个气包打圣龙 气包不捡吗 没有捡气包 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气 自己的气会不会短点啊 我们来看啊 这里 圣龙 他这个圣龙打这个大桥非常痛啊 不知道为啥 再生 再生 没气了 能不能记住 好吧那死了 再练了现在 哎 你看是吧 非常痛啊 他这多生了三个龙 那这样的话 如果捡地那个气 气猪的话 哎呦 不捡灭吗 不捡灭 大象不进环境啊 还是神神有啊 我没注意啊 前面也有个灭 前面大象前面也有个灭 他拉可能可以去前面捡 我猜测是这样 可惜了 左边这个兵 突破装没打着 在屏幕里打不着 有点可惜 要不然一路流畅 就轻过去了 这里呢 联系的竹子庄 清掉了茫茫族的小兵啊 继续 看来可能是龙马腾了格子捡灭吧 这个灭得捡了 怎么这个灭不捡 说不过去了 管 这龙马腾了格子捡一个灭啊 这里呢继续 给大象一顿神龙啊 小龙女这关子神龙伤害奇高 这样呢直接把大象升下去啊 出门的话呢 龙马给你订单啊 然后呢让这个龙女继续上楼 完事 再来看一下 你给我订 来 七桌 升 又升 再来一次次连 下臂再来拉近距离 好 开始连升 龙马这里钻业包兵 兄弟你歇会儿啊 这活我行 这包兵这活你找我 我可能比你钻业啊 这我太小了 好这个位置呢直接一个灭啊 灭掉对面的环境 然后呢小龙女呢 小龙女选择了个雨前一加气 继续说龙马可能卡了个一滴 没什么问题 继续包兵 配合啊 这就是配合 好啊 两个人呢选择进门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谁 小龙女先走 龙马门没到 所以说呢能节点道具 再走 屌的飞起是吧 全程太流畅了 你很难相信啊 目前为止才16分钟 是吧 你算算过了多少关了 这已经是游戏的第五关了 我们游戏的第六关了 第六关了 16分钟 两分钟钟一关啊 这西游戏二代啊 这场地太变态了 好 这个位置呢 两个巧 两个人选择平A 平A大巧的数据比较高 最后龙马这里选择生龙 掏掏掏 掏那个些小子揍 好生死的 有个没死 之后呢 去买 来看这吧 大狮子 大狮子 咱们先来一个木 之后呢一左一右 双青兵 再捡一个木 没有选择直接扔 因为左边那怪呢 去到屏幕的里边了 啊 扔不着 这里呢 选择这个 扔个定吧 应该会快速杀这个大树 啊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大树杀怎么办 这个定的话呢 起码是少打这个大树 齐不克电炮吧 我扔不着 最少少打齐不克电炮 龙女这里呢 是 通过这个 密 攒气 然后呢打了一个生龙 好 龙马这里呢 在后续也散出气 继续上楼 这个葫芦不要了吗 这个葫芦清明多好是吗 飘了啊 可能是飘了 好 咱们这里呢 接着先走 两人夹雪也不用吃啊 哎 看真正的高手不吃夹雪 人家干嘛 小龙女这里呢 再次扔了个以前一 因为那下关以前一有的是啊 下关一个大号不贵 好 接着输出 哎呦这直接顶着座就输出啊 牛逼 啊 他俩这个组合为什么这么选呢 就是因为这个龙女跟这个龙马 两个人呢 一人有两个主场 啊 一人有两个主场 下一关呢 又到小龙女不当人了啊 咱们这里看呢 龙马刚才呢 是跑到上面卡住了一个小边儿 啊 出门把他有人抓住啊 停不离了就进去了 小龙女生龙期间调了个冰扇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着 啊 等着怪呢起身冰扇动一下 然后呢继续连接上楼啊 龙马这里呢 这会儿我歇会儿啊 我就行了 好 这个位置最后打一个波动 漂亮 血量气量计算的刚刚好 牛逼的飞行是吧 咱们呢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哎 这关过关结算有点长啊 等了半天再结算 好 奖命了 一百万一奖命这游戏 但是对于他俩来讲都没用啊 那玩意都是浮云 OK 来到了游戏的第七关 限空山无底洞 这关呢这个大耗子呢 将会过得非常凄惨啊 想象不到的凄惨啊 想象不到的凄惨 哦这个土雷 又带造纸啊 这个土雷很可以 这个土雷的话呢 打出了一个大宝的效果 这关呢爆鸡很多啊 咱们每一关呢 就是被克制的这个关 爆这个克制属性的这个 本数比较多 但是这关火比这个鸡还多 不知道为啥 好往前走 来 就是一个面 龙女捡起来 应该在上一关把面的全扔了 就为着呢 躲一个对面的这个啥 躲一个对面的这个这个 老太太扔的上个 一共呢接着平A 然而一个元神 再元 他这个千构宝剑是哪的 千构宝剑之前捡那个扔了吗 好像是第一关带过来的吧 这个千构宝剑 感觉也是因为冷啊 OK下来 下来这里有没有人加满气打一个火运刀啊 我们来看啊 有没有 有 龙女加气啊 上面那个箱子必须满气打 这也是二代里边呢 引入的一个新 新的一个形式 啊就是说呢 有的宝箱必须加满气打才可以到 这里呢直接拆耗子尾巴 哎 这不直接拆尾巴吗 这不是拆完尾巴就能走吗 他这个青湾兵啊 一旦是尾巴拆完就可以直接走了 二代我不太了解啊 因为我平时打呢 都是循玉岛玉的 呃青湾兵拆尾巴啊 他们这里呢就一起打 这位跟他打一臂 呃争取让这个尾巴一动不动 啊这里动了就亏了 这尾巴但凡动一下就亏了点时间 再一把火运刀 不要了啊 这龙马感觉够了 第二雷电机 雷电机的话呢持久 所以说呢青春包耗子管用 再来一个火运刀 不会玩啊 这个剑 剑一重打 这个火运刀居然不是小龙女扔的 是吧 强烈剑一重打 啊好 小龙女这里呢把自己的蜜 捕到了三颗 满了啊 蜜就是隐身一啊 就是三国战机的隐身一 换了一个层 OK 这个位置呢两个人通装剑火运刀 啊 连这个清屏幕右边的兵 再一个火运刀 还是吧 屏幕右边的兵啊 无论你过右边 你扔全屏道具 等等等 屏幕左边的兵呢 无论你 扔什么全屏道具啊 他只要在屏幕左边 屏幕里他就扔得到 啊 这个设定比较诡异啊 这个设定我不知道原理在哪 三国战机也是如此 好 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呢打大耗子了 肯定就是一眼睛往前冲啊 他俩不会清兵的 哎 这里呢直接来救命师父 不用救 你就跟他躺赢就行了师父 啊 看他俩的啊 看他双龙的 这里捡一个宝塔 愣一个 愣火扇呢 我以为要愣一个七猪呢 我两个火扇就走了 这个家伙果然是怕我们的 好咱们走 小龙女一马当先 啊 龙马这里紧随其后 那么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呢是打青龙训练掌 还是打圣龙 咱们来看一看 这里呢一开场 直接换镜了啊 好家伙 这里换镜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兵的一个压力了啊 出门直接千龙训练掌 有点变态 好 这个位置呢再加气 无限千龙训练掌 对 没看错啊 就是他 龙马不捡个蜜吗 那种蜜啊 他是比眼神也不好啊 跟我差不多那种 逼他那个蜜没捡 啊 这样的话呢死吧 那还咋啥呢 搞定 干净利落 啊 干净利落 轻轻松松是吧 太轻松了 好 两个人在捡捡道具 咱们继续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来了 火焰山 芭蕉洞 好 时间呢 游戏的时间呢 进程到了22分钟 啊 已经过了7关了 平均拉了3分钟一关了 东马这个火焰道呢 直接先发厚重 清掉所有的小兵 往前走 这个冰扇的龙女 好像是魅满吧 看看这个冰扇没捡 这里王总偷背部 这位置一定不能过去 这里王总偷屏幕 你看看着 会出那个够够够啊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 什么玩意儿 情供宝剑 都用出来了 36连 可以呢把这个牛魔王 是吧 拉到这个左边啊 这样呢可以不让他逃走 两个人这个配合 冰扇的失误啊 一个人想扎地 一个人想冷冰扇 最后呢大宝剑给他打 哎呦跑了啊 坏了 坏了坏了 再揍一顿吧 这个位置呢 好像是血量的计算呢 没太正确啊 导致呢空丢了一个这个射箭啊 之后呢这里呢 龙马弄了一个七桌 两个人的准备 往前冲啊 好吧 这里不用冲了 这一下呢更绝啊 这一下呢是一个bug 这一下弄完之后呢 这个怪就出不了招了啊 因为呢他什么呢 因为这个怪呢 最后在那啥的时候啊 在这个打斗之前 他得说一句话啊 看你老祖宗七十二遍 结果呢 两个人一个抗路有回合照呢 他画面不出来 憋回去了 导致呢 他这个七十二遍施展出来了 但这不能主动攻击啊 这 这个bug 这些bug也不知道 都是谁发现的 神乐的 好吧 这样的话呢 牛王快死了啊 因为呢就是沙体格也经不住这么揍啊 一顿这个 无休止的原神出现 然而 大哥不显得灭吗 你在逗我吧 这个灭得捡啊 我以为他俩 哎 别跑回来 回来兄弟捡个面啊 不捡个面呢 大眼珠都没干呢 小龙女捡了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捡一个面 他这个捡东西还有细节啊 不知道各位看不上了 他捡东西的话呢 在这个气都加满以后 这游戏上必死于不是提气吗 他在那个上面那个气都提满以后 就提不了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你捡东西再输入上必死一提气 捡东西那个后摇 啪地下就取消了 是吧 好多人呢 可能看的细的会发现 小龙女捡东西比平时快 看不看去 正常捡东西啊 他都会往地下蹲一下 但是呢 刚才小龙女捡东西的时候呢 用了这个细节啊 这样的话呢 捡东西快点 早点早 节省点时间啊 这就是大神是吧 每一个细节呢 都给他照顾到位了 照顾到位了 在这个有限的这个情况之下 加增分多秒的节省时间 这才叫做床 这个位置呢 利用这个开场啊 让这个怪 在装逼的时候 我方呢已经准备就去 然后呢 一顿这个推波 加这个圆神猪像 然后这样的话呢 给这个火龙推有点不得劲了 但是吧 小龙女这个波推出来的话呢 一般人还是受不了的 感觉不错 OK 咱们这里呢我先走 火龙也倒了啊 咱们来看最后一战吧 最后的这个大boss 来了啊 最后的换波 咱们来看啊 两个人的道具呢 目前为止很充足 龙马呢 攒了三个拳凭斧 三个金刚兆 两个雷电斤 龙女这里呢 把这个最后的boss呢 趴在这个冰扇 也就攒了四颗 很全了 最后呢这个蜜啊 怪不得千万不解啊 这个龙马在这边解 哎好 那雪猪吸他 哎呀你不会往事啊 我又愣吸他呀 那还等啥呢 好 这个位置呢 最终boss要登场了 咱们来看啊 龙马这里加气 小龙女这里呢 直接 捡七桌 不捡这个七帮 然后呢小龙女 利用女神仪 开始打这个生龙斩 打这个下山A 小龙女这个生龙好厉害啊 我认为那个傻子 杀不定的那个生龙 一点都没有那么厉害 跟个弱智似的 然后你注意这的细节啊 龙马他为什么用原神出窖看兵 看见了吧 他用原神出窖看兵 这个小兵死了呢 就死到小龙女脚下了 抱的所有东西 直接抱到小龙女脚下 你看 捡一个气包接着生 你看看着 这是两个人巧妙的一个配合 啊 又是一个巧妙的配合 看看着 这里个小龙女无限叙射能量了 哎 你看这个玩意邪不邪乎 哎 你看屌吧 那小龙女一直在捡这个 气猪气包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怪就给生死了 OK 咱们来看看我们前位置26分钟半啊 这个怪呢 开始这个重组了 这雪糕不走完他不重组啊 这个游戏可能当时策划也没想到 有人能玩的这么变态 这位置呢 扔了一雷电机 也是解了一下这个出场画面啊 这样的话呢 两个人出场可动 捡一个冰扇 我们来看啊 出场可动以后 一个照耀镜 两个照耀镜 一个大冰扇 两个大冰扇 这里呢就开始砸道具了啊 再照耀镜 再冰扇 再再照耀镜 为什么一个照耀镜一个冰扇 有什么说的吗 龙马这里呢 为什么往左AB呢 怕这个照耀镜 不是怕这个冰扇呢 乖都这个 那啥神圣 乖都这个 大虾神圣啊 怕这个 然后这个位置呢 龙女还在金刚咒的期间 打了一个AB啊 但是 那个大宝这不都没打着吗 可惜了啊 一个全民俯镇 一个金刚咒 两个路空了 小龙女已经挑好了 你也直接弄就行了啊 这已经之前挑好了了啊 对不起啊 我以为他挑好了呢 看来这里龙女的话呢 还可以提前调个道具啊 这里呢 耽误了点时间 目前为止27分钟半 龙马这里呢 全民狂丢 然后照耀镜这么准吧 一个全民俯 一个雷电机 道具计算这么准吧 正好带走 27分41秒 你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速通 全程流畅高能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失误啊 当然肯定有点小瑕疵 毕竟是熟的 是吧 那么好吧 这里呢咱们再次感谢两位大神啊 一批的龙女 I批UUM 二批的大神 三批的大神 冷艳脏花魂 感谢两位大神呢 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 西游记的一个super 双打 双龙速通的一个新纪录啊 伴随着最后这个结局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也该告一段落了 是吧 我呢是本期的解除永恒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帮我点击关注 免费的三连走一走 那么呢咱们今天同时见 不见不散 拜拜